两个月前在嘉一市的蓝潭水库发生一起抢案 三名歹徒拿棍棒殴打一对情侣 抢走了男子身上的金项链跟现金 不过在经过这两个月的追查之后 警方发现原来这个案子的主谋 就是这对情侣当中的女朋友 而三名歹徒就是他教唆犯案的 监视画面记录6月10号晚上 被害人和女友一起到蓝潭水库散步时 一开始完全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 没想到接下来就遇上了三名歹徒 持刀抢劫 甚至还用铝棒把车子打烂 而这一切竟都是身边的女友舍得局 被害人的这个女友 本身活同三名歹徒 共同涉取抢走金项链以及手链 教唆犯案的张姓女子为了求逼真 不让男友起疑心 当时也被通欧一顿 一个直截的反应就是被假 因为那时候那你孩子在那边 还在那边战斗啊 还在那边坚持终碍不加 被害人和女友是在网路上认识 却怎么也没想到身边长相清秀的女友 竟然会是个恐怖情人 网路交友果真风险多多 民事新闻真荣文贾一世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